中文字幕 李宗盛 里面也种了好多苔藓 刚才有网友在问苔藓养不活走 老养不活走 其实苔藓的种类也非常多 一般我这苔藓都是从旷野里或田野采来的 这种苔藓它的原生径基本上在阴面 潮湿的地方它都能够生长苔藓 像这种有两种苔藓在这 一种叫做星星藓 或者一种叫做羊绒藓 牛毛藓 这两种苔藓在这一块核种 这样使地形有点高低的变化 苔藓很好养 你只要给它一个潮湿的环境 不要用大太阳晒它 保持一个潮湿的环境 然后经常用水去喷浇它 它就会养的很好 当然你要像有些大灰险 或者是小灰险那些险 它的植株它比较大 相对来说比这东西都大 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根都比这大 但是你要在家里养护的时候 你要更精心才能养好 因为你家里边的空气 它不比其他的植物很多的地方 或者是山间溪流边那些地方 它有那么多的潮湿的空气 可供它吸收营养 它不是在土壤里面吸收营养 它在空气中它是吸收水分 吸收营养 并且它传递萌发包子新的苔藓 在生长出来的时候 它也是靠那个 包子的萌发也要靠那个水 能够游泳它才能够生长得更好一些 所以苔藓这个东西 只要你精心的去按照它 原生性的养护办法去对待它 就会养的很好 但是你要太干燥了 苔藓它也会一层一层的披荒 老的植株它会黄去枯去 新的就又会长出来 它的包子非常的细小 你几乎肉眼是看不见 它都会长得很好 我是老楼 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 很紧艺术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 共同成长